好 索法第二次的讲论 基本上完全都在描述二人的结局 而且索法这个人他自己已经说了 他说我心中急躁 他不打自招 他真的是很急躁 所以我的失恋叫我回答 我已经听见那羞辱我责备我的话 我的悟性叫我回答 你发现这些人根本没受什么伤害 就已经受不了 那个self defense就是自我防卫系统非常强 我想比中国的国防系统还要强 你滴水不漏的 你不要来伤害我 你敢骂我 他马上就反击的 所以你发现他短短的两节里面 已经讲了好几个我 他说我心中急躁 我的失恋叫我回答 我已经听见那羞辱我责备我的话 我的悟性叫我回答 他底下就说就开始骂他了 二人夸生是暂时的 不敬人的喜乐是转眼之间的 就开始讲约伯 这个人是很典型的这种 主观血气大脾气大的人 非常会自我防卫 他在底下骂约伯 口舌恶毒 贪爱钱财 欺压穷人 贪得无厌 然后最后的结论是 恶人恶有恶报 二十九节 这是恶人从神所得的份 是神为他所定的产业 所以他前面讲恶人的结局的时候 也通通在很多的地方 都在描述约伯的遭遇 像二十节 他所喜悦的一样都不能保留 他的福乐不能长久 他的财宝归于黑暗 火要把他烧灭 把他帐篷中所剩下的烧毁 天要洗眠他的罪孽 地要兴起攻击他 他的家产必然过去 他说这是恶人所得的份 是神为他所定的产业 你再一次发现 他们第二次的辩论 基本上就是全部都是绕着 称他是恶人 讲恶人的结局 所以约伯的回答就说 你们要听我的言语 就算你们安慰我 你们只要听 不要再讲 肯听 对我都是安慰 他说请宽容我 我又要说话 你看他前面不是说 他不说了吗 他现在他说 我又要说话 说了以后就任凭你们笑吧 那么以后还有没有说 还有说 所以我就说约伯几次想不说 都没办法 约伯在这里反驳他们两件事情 第一个 恶人并没有招报 人就享受平安 这是他对他们不服气的地方 你们一直说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 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恶人 没有招报 在这里说 恶人的灯何尝熄灭 患难何尝临到他们 这个约伯举反例 但是十九节 你们却说 神为恶人的儿女 积极罪孽 我说不如本人受报 好使他亲自知道 所以 这个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 这三个人 碰到约伯这样子的挑战 说这么多的恶人 并没有招报 他们就说 神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所以是等到他儿女再报 约伯说那不如现场报 干嘛叫他儿女受苦 罪是你犯的 你应该自己报 应该就临到你的身上 这样子才公益 这样才让你有悔改的机会 这样才让你知错 第二件事情 你们说霸者的房屋在哪里 二人住过的帐篷在哪里 这些人就是强词夺理 就跟约伯说 你告诉我 这些强暴的人的房子在哪里 他的帐篷在哪里 约伯说 你这个还要问我 你问过路的人都知道 连过路的人都可以告诉你 这个二人在哪里 这个二人的帐篷 仍旧存留 他说你们自己的话 三十四节 你们对答的话中都错谬 怎么能够来安慰我呢 所以你知道吗 这个约伯不是不想听你们的讲话 约伯说 我不是不想听你们来纠正我 但是你们自己讲话里面 前后不合理 一塌糊涂 根本是错谬的 你怎么来安慰我 其实我本来就知道 我们来是一个他的 你帮我 我不是不想听你 还是一种 我把那个